期待我們三個人的聲音在裡面 就是會有什麼感覺 欸沒有欸 我今天是看原版 這算是我第一次配音的作品 對那我自己一開始其實蠻緊張 然後有點期待 我自己又非常喜歡宮崎駿的電影 然後得到這次配音的機會 其實我自己是蠻開心的 對那第一次進去配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小小的拘謹 對因為我自己做事就是比較謹慎一點 對就害怕出錯 但後來老師就說你就放開來玩 然後我就把聲音的一些情緒跟表情 盡量用自己的方式去呈現出來 那我覺得收穫蠻多的 然後也配得蠻開心 好可愛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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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版的欸 那我自己在找時間去看配音版 因為搭配在一起我還不知道 那我只聽到找原版的聲音 跟我自己配過的聲音 對他們兩個的聲音我還沒有聽過 好那我來介紹一下今天的公關品 不是公關品 周邊商品 特點上映特點 就是有倉路與少年的海報 還有一個神秘的開箱禮物 特別配音版 登山 那人さん行きましょ 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ぞ